本來學生進出的時候 院內是有媒體的 學生工程的三層非常熟悉 人數不多 要遊戲驅離是非常簡單的 我們看到門內辦公室內 破壞公務的是警察 你們常常看過的破壞公務是警察 很可能吃太陽餅的根本就是警察 然後你們竟然首先驅離媒體 我們的警察開始驅離 靜坐在現場的媒體被你們驅離 其實你們在驅離的時候 有影片顯示你們還推擠這些媒體工作者 他們本來是面對外面把媒體出去的時候 學生非常無助的吶喊 希望你們媒體留著 希望媒體留著 我們沒有看到他們任何一個學生 有任何傷害性的行動的可能 他們只是在那裡呼喊 呼喊著希望能夠留住媒體 希望你們重視採訪制 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們覺得說你們還有可能柔性驅離 可是你看看最後這一波 最後這一波準備用打的 那樣的空間 那樣的少數人 你們相對的 那樣倍數的警力 要柔性驅離 你的部隊 你的部署有沒有能力 告訴全國人民 剛剛那樣的景象 用柔性驅離 就像拍拍肩膀 或者是徒手駕離他們 三個人駕一個 或四個人駕一個 你的部隊有沒有這種能力 如果 喊話 勸他們離開 我個人認為他們不會聽 沒有啊 可以用駕離 我告訴你的是駕離 你在模糊焦點 來 你們有沒有能力柔性驅離他們 明明可以柔性 可是不採取柔性 而採取暴力驅離的 這是誰下的指令 這應該是分區指揮官 視現場狀況的作為 所以指揮官是誰 指揮官是誰 這個要查一下 你到現在還不知道 到現在 還不願意負起責任 還不了解真相 今天 在你們一問三不知的情況之下 憑什麼來這裡備詢 真的敢這樣定調嗎 署長你剛剛的定調是 勤務有缺失 但是是少數同仁沒有注意的結果 你是這樣定調這一次的血腥 是不是 對 長官下指令的時候 誰決定這個定調 誰定調 沒有 我就告訴黃局長 這狀況 要排除 要全力排除 全力排除齁 有沒有說柔性 有沒有這兩個字 沒有 沒有嗎 對 你們要負全責 你們要負全責 結果現在推卸責任 因為長官下的指令 並沒有要他們柔性驅離 然後調動的部隊 所有的配備 全部都重裝備再生 就是要讓他們去用 你讓他們用這種裝備出場 然後沒有告訴他們要柔性的時候 結果發生事情 把責任 推給少數的 不守紀律的園警 我想第一個部分 是 這件事情處理的結果 造成 對全國民眾的一個影響 我們要 表示歉意 你願意為這部分表示歉意 那執行的過程呢 你道不道歉 這部分 還在我們 調查跟了解中 現在在立法院的部分 院內 屬院長的警察權 他承諾不會動用 院外 你們承諾不會用暴力驅離 做不做得到 來 承諾啊 立法院你們將來要怎麼做 報告委員 如果他只是 像目前 這樣靜坐的話 我可以承諾 目前這樣靜坐可以承諾 然後呢 但是如果變職 出現其他的狀況 譬如說 其他有一些暴力性 或者攻擊性的狀況 好 行政院是完全沒有的 沒有暴力性沒有攻擊性 你們只是為了面子 你們只是為了面子 因為那個地點 你們承受不起 其實是一樣的啊 他們的違法 所謂的引號的違法樣態 跟立法院是一樣的 只是那個地點 你們為了尊嚴 為了面子 你們承受不起 你們就濫用了執法的權利 對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